CitySeal 再次繼續和Eon聊聊其他話題 現在在大灣區規劃內 深圳作為其中的城市 他與其他城市比對戶有甚麼分別呢 會否因為他在較早前 他已經提供不同的創業優惠政策 所以他有不同的優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說粵港澳大灣區 我第一次接觸這個名詞 其實在2014年深圳市許勤市長的政府報告 那裡第一次聽到 隨即之後他會說到 例如大灣區和一帶一路之間的關係等等 我不會特別去拆開話題 只不過我告訴你 其實深圳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其實已經很早有參與 這也是事實來的 因為改革開放9年是40年 當中第一個起步點就是深圳 所以其實深圳在做一些深港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說 珠三港合作其實已經非常有經驗 在這一方面 其實譬如在政策方面 支援方面 其實那個配套都會做得比較俗 還有文化上坦白說 真的跟香港比較接近 你想想其實香港現在都流行去喝一些 特別的奶茶 其實有一間在香港也有 其實大家都在喜歡那些特別的奶茶 那樣東西其實大家的文化是一樣的 比如你去深圳走他的商場 其實他的商場和香港的商場真的分別不大 人家還要大一點點 品質也很多 就算說小朋友去玩 因為深圳有時候有些室內樂園 比香港還好玩 其實大家在文化上 生活節奏上是很接近的 尤其是我試過跟深圳和北京 去年在素博會搞了一個論壇 跟深圳和北京貴洋的人一起去搞 我更加感受到 其實我們是跟深圳的朋友是比較重要的 在創業方面 深圳的支援是甚麼 其實深圳本身已經有很多創業的支援 剛才我都說過 比如說一些孔雀計劃 一些科技券的計劃 人才計劃等等 甚至有些中小企父子計劃 其實深圳都已經有 香港也有的 深圳也有 深圳可能因為人口大 他有二千萬元城市 他可能還會比香港更多 但是深圳的申請方面 跟香港有些不同 因為深圳不像香港 有一個很好的系統的時間 時間表 告訴你幾時幾月幾日申請 他可能是有錢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申請 有時會有很多的 有時會派債 就收緊 派得少 跟香港是有些不同的 香港可能會固定一個 想心 是給那麼多 那麼多 至於說回青年創業 我們香港做得好不好 我覺得 其實香港現在 創業氛圍越來越好 其實我看著 由03到現在 就是03到08一個階段 08之後又一個階段 其實創業氛圍已經越來越好 以前其實中大有個研究 我記得在不知 我可以實現創業工作 都是自己想嚮往的 但是現在 其實已經有很不同的景象 香港的創業環境 亦都比以前好很多 那大家 以前 大家不知為何畢業 總是覺得 我要去大公司做MT 才是一個理想的職業 但是現在開始 都有年輕人會覺得 我創業都是很型的 我可以實現創業工作 都是自己想嚮往的事情 會有些不同 那會不會有港人 藉著你們的平台 想尋求進駐其他大灣區的城市 你們會不會幫他們踏橋鋪路 我不會特別幫他們踏橋鋪路 但是我會知道他們去找誰 因為我自己 老實說 如果我做得到這份工作 我不會去大灣區 其他城市去參觀 了解別人做些什麼 那就一定騙大家 所以我都會知道 所以我知道 可以提供誰去幫他 我不可以直接幫他 因為其實始終大家是競爭對手 但是我會提供對的人 給他做 譬如你做創科 當然在深圳好 譬如我要做一些品牌的事情 即是一些生產品牌 你可能去東莞好一點 譬如我做一些大健康的事情 可能是被人退休的事情 其實你適合去中山 因為其實中山 也有很多人說廣東話 你去到知道 其實中山 我也有想過去中山 去退休的 真的很舒服的 那些粵菜也比較好吃 譬如你去珠海 你也去考慮一下 譬如有些無人船 有關你去珠海 譬如佛山 譬如機械人有關 佛山這些都做得很好 那衛州在高端製育業 也做得很好 要看你做些甚麼 民創我覺得是深圳和廣州 都是好的 譬如你粵語為主 當然 你可能廣州會適合些 因為廣州真的說廣東話 而且廣州也有很多民創區 所以要看你究竟想做哪一類型的事情 然後決定自己在哪裏發展 以及要看你願不願意旅行 其實打死我也要住香港 你住香港的時候 你也要想回自己的交通時間 你去深圳方面 一定去廣州方面 你想想 你香港搭高鐵去福田 其實15分鐘就到了 去完廁所就到了 你真的可以不改變自己的香港生活 都可以在深圳發展 我覺得你要考慮你 即種種的方面 假設譬如我住天水圍 我住元朗 那回廣東話真的很接近 跟你回廣東話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實大家要提醒你 究竟自己想怎樣做 從而去找回有關的資源去配對 我想說遠一點 其實民政事務局 現在的青年發展基金 明天要拘捕 會邀請香港不同的承辦單位 去做一些大灣區的創業計劃 而他也要求 那個承辦單位 跟一個內地的商創基地 有一個對接和合作 其實他也要求 那個承辦單位 要做很多創業枯化服務 專業的諮詢服務 等等的事情 其實是真的 大家的青年團體 和民政事務局 兼他所合作的商場經驗 大家真的用一個心 去幫助創業者 去實踐創業夢想 擺開大灣區市場 我覺得大家其實 現在的機會真的非常多 如果真的有興趣創業 真的不妨留意一下這些 另外很多港人都經常提及 北水北水 是否初創如果去北上 尋找投資者 尋求融資方面 是否大灣區方面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老實 其實如果說投資者 如果你去接觸香港的投資者 你跟他說 我沒有大灣區的概念 我沒有外地概念 我只有香港的概念 他會不會投資你 這是一個問題 坦白說 深圳有很多資金 其實深圳投資者也比較多 還有深圳也叫價 坦白說 真的高過在香港的叫價 所以其實在內地 其實資金也比較多 所以其實機會也比較大 融資方面 你中觀那麼多之前的經驗 你會對香港初創有什麼建議 其實融資對他們來說 不是那麼難的 我曾經有一個不找融資 自己靠參加比賽獎金 不過我問他贏了幾百萬 七百多萬 我問他 這麼多年加起來 也贏了七百多萬 到找融資 我們有一個創業者 是去年我們參加比賽二等獎 他用了三個時間 賺了三百萬融資 所以其實你真的 這件事不需要太擔心 你只是一個好的商業模特兒 你有一個最好的專利 有一個可以發達來做的概念 其實是不受沒有投資者 會鍾情於你 是 初創真的要密切留意相關的資訊 我們今次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繼續討論其他的話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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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